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idio Capture這個軟體怎麼樣 那您進來之後呢,在這邊 進來之後您看一下,我通常會先確認一下快速鍵是什麼 因為如果你老是在那邊找那個小的圖示在那裡也是比較慢 一般來講,我們的那個Ruby軟體的快速鍵 不除了這幾個M9F10 真的好像差不多,大家好像這個蠻有共識的 大部分F9F10比較多 好,那所以您可以先看一下這個選項,在這邊 這個Option,上面這個Option的選項 這個選項,那你第一次要入圖的時候 他會問你,有一個模式叫做Game模式 這裡 好,這邊要入圖,稍微看一下 好,也是這個,來,在這邊 綠色的話它會是這個 它會有一個叫,第一次老是你要錄影 就是按下這個紅色的時候 它會跳一個對曜方塊 好,跳一個對曜方塊 問題是說,欸,你是不是要做什麼 Game Capture 那那個時候它會有一個像這樣對曜方塊 然後是,就是Game Capture或No 您要選擇右手邊的No 也就是一般的錄影模式 那這兩個有什麼問題 一般的錄影模式跟Game有什麼都一樣 因為有些人是要錄那個破關畫面 因為那破關畫面還蠻麻 要把他錄下來,但是又不需要受到影響 比如說,欸,等一下停的時候 又跳一個什麼訊息逃出來 所以Game模式它就會比較安靜一點 它就默默的錄影就好 好,所以您就要離開那個 就是,跳一個小時的時候,您就要按No 左邊是什麼,Game Mode Game Mode Capture這樣子 也就是,只有會出現一次 出現一次 好,那麼您進來之後呢 預設應該會在AVI AVI這個模式 那您可以看一下我們剛剛這個叫做encoder 就是那個編碼 雖然是AVI,但是很重要的 它用的是H.264 就是這個編碼 讓我們的影片能夠變強 您可以比較看看 用這個,然後裡面還有MP4的 或什麼MP2的 裡面比較不同的編碼 我自己比較過的經驗是這個最小 而且品質最好 所以您可以參考看看 預設子都是這個 所以您也不用改 我只是跟您說明一下而已 所以您不用這個去做修正 不用這個 那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快速鍵到底是什麼 您看這邊 Action這裡 打開修正它有好幾個 我們從這裡 第一個您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在下面這裡 在下面這裡 就是第一個Device的部分 就是它的裝置 你往下看最下面就好 預設我們抓的就是螢幕上的畫面 您也可以單純只抓那個什麼 那個Webcam就好 不過通常就是 因為上課 我們大概就是抓音效畫面比較多 所以我現在第一個在這裡 但是重點在於 聲音要抓的是什麼 是我們USD的麥克風 對不對 如果說你這邊 萬一您在執取這個軟體的時候 你的 會不會看到它還沒插進來 它可能會抓到電腦的麥克風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可能在錄的時候 Device 再來Output在哪裡 就是錄好了之後 它會存在哪裡 它會存在哪裡 那通常這個地方 我都會來這邊做一個調整 我會先把我的 預設的資料檔先檢查 比如說我今天 因為預設通常都是 錄在我的文件夾 對不對 那所以我會先把我的資料檔先準備好 告訴他 待會存檔之後就存到那邊 第二個 它預設的話呢 會用自動編號 你看我們Word一打開 是叫未命名1 未命名2 3 4 有沒有 所以預設它是用這種檔名 直接存 可是我會把它改成 就是每次停止錄影之後 跳出一個視窗 問我要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通常會改成這樣 這是第二個 當然這邊沒有改變沒有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就好 再來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快速鍵的部分 快速鍵的部分 你們看一下Hack key Hack key這邊的話 原則上這裡有F9跟F10 有沒有 F9跟F10 你可以看要哪一個 那它是搭配Ctrl 那麼我通常會多加這兩個 它預設的時候是Dub 我會多把這兩個加進來 因為有時候我要暫停 暫停的時候 我還是找那個按鈕 就有點慢了 所以我把這三個按鍵都設在一起 Ctrl M8、9、10 那這樣我平常在按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我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如果要平主鍵 就是Ctrl加N 那這裡快速鍵 你現在沒有了怎麼辦 從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增加 對不對 好增加 從這邊按增加 你如果覺得懶得 這樣去設定也沒關係 因為在右下角也會有那個圖示 也會有那個圖示 所以都是可以的 我在這邊直接去指定 我要的功能 比如說我是一個暫存 按一下 然後快速鍵 你按Ctrl 按一下之後 你就直接把快速鍵按下去 它就會記下來了 它就會記下來了 有沒有 它也就會記下來 所以這樣你再按OK就可以了 它就會增加在這裡面 增加在這裡面 那基本上這樣的功能 好了之後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你就可以直接錄了 好你看喔 我要錄的話 就告訴它 按下 我要錄影了 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 你會有那個地式 會有一個變模式 有沒有 你不要弄 然後第二個 它會跳一個這個 問你 是否今天要開始了 當然 其實如果你懶得看這個 就叫它麥克風 下次不要再問我了 我就是要錄影了 就OK了 所以你說 這個 START Recording 那麼預設的話 我們有沒有 是不是跳一個這個 對不對 那預設的話 我們錄的是什麼 全螢幕 全螢幕 也就是螢幕上看得到的都有 那如果您只要錄局部的 您看一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 這個 右手邊這個 您就可以自己 從這邊按一下 去把您要框的範圍把它拖曳出來 這裡 按一下 有沒有拖曳您要框的範圍 對不對 所以 這樣子 之後按Slate就好 它就會錄您所指定的那個範圍 錄您所指定的那個範圍 因為有時候 你不需要錄全螢幕 那就是可以像這樣去做 好 我現在就把它變成這個 等一下 我把這個 你先取消一下 好 怎樣的 OK 所以您可以先錄看看 你按下去 假設我這個case 好 存檔 您可以看到我們的右下角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小圖 這個 紅色表示on air 還有錄影中 錄影中 它就一直在那邊閃 一直在那邊閃 那所以如果說您不要記快速鍵 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你可以暫停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就是 你喜歡用快速鍵的 結果 不喜歡的就看出說故事點而已 好 那您就可以錄看看 錄完 像我們剛剛的暫停是什麼 Ctrl加F9 那個F8 暫停 那如果你要停時的 你就CtrlX 或者在上面直接按右鍵 有沒有 這上面都有 齁 你直接這樣點停 好 停下來了 那您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看看我錄了幾個 那又不想要把按照檔打開 它上面有一個叫做recording 這個 有沒有有一個recording 它會把你剛剛錄的切單就直接列出來 好 看一下 有沒有我剛剛錄了這幾個了 對不對 你可以在這裡直接播 那也可以在檔案程碗裡面直接播 都可以 都一樣 只是它這邊幫你做一個管理而已 所以您可以先試看看 先試一下 等一下 我們 我用另外的方式 跟老師介紹另外的東西 我們用這個來錄看看 好不好